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福奇社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1700应该是1739集吧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临时的小短片 我带了一款变形金刚第二集 Legion Christ的Sideswipe 那我现在的位置在深圳 那我过来处理一些银行相关的事情 然后主要也就是说我需要在办理大陆的银行的账户 那有一些毕竟有一些平台的一些收益什么的 我需要一个银行的账户来做一个可以收款的一个动作 所以我必须自己跑一趟 然后我带了一些小玩具过来 就晚上可以自己消磨一下时间 那这款的话是文杰哥 借给我的许多的Legion Christ其中一款 那我前几天做第三集的时候 我真的是没注意到说第二集的也有 当时应该一块把它拿出来给拍摄的 那这个是一个反转镜头 然后挂机可能没有平常录得那么好 因为我忘了带脚架过来了 那没有关系 就用一个面对面的方式给大家做分享 然后这个敞篷车 这是百年黄钓鱼的一个概念车 那现在到底有没有量产 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 各位可以看一下啊 当年这款玩具 Dilas Christ是很受欢迎的 但是LegionG我好像没什么影响 然后车子的底盘 如此这般 变形也是比较容易的啊 我们这个两手 手滑了一下啊 两手的这个胳膊啊 往两侧 摆开来 它的腿部变形比较特别啊 腿部的变形的话呢 是这个地方两侧把它给打开 打开之后的话 这个脚的话呢 是把它在这个地方有一个转折 这个转折的话 要先把它给整个摆直 摆直两侧 都先把它给整个摆直 摆直之后啊 它的这个球关啊 你要稍微转动一个特殊的方向 把它转下来 它可能要转一个90度 然后再把它给放下来 然后呢 这个车子的这个头啊 从这个地方推下去 胸口就出来了 那最后它有一个东西 就是这个脚 脚的这个脚地板这里啊 它是有一个扣出来 这空间的地方 把它给扣出来 这个地方成为它的一个脚掌的部分 那这样一来的话呢 我们这一款 Legion Cryst Size 1 就完成了它的变形了 从正面来看 还是很不赖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这个 像是小翅膀的东西呢 还是有做出来的 那如此这般 那车子的这个门板手啊 当然这个形状的话呢 没有办法做出像是刀刃的样子 不过呢 官方也是用了同样的手法 在这个内部做出了刀子的刻画 那进去就看一下啊 造型还是挺不赖的哦 嗯 然后关节什么的 就是挺结实 到目前为止 各方面的表现还是挺好 不过背部这一带 也就是车子的顶部这里 那这是自然的黄化 这个也就没得说了 可动的话呢 手臂360度的转动 脚的话呢 可以往前后提 侧提也都有一定的幅度 那么它的一个脚上的轮胎 那是在后面 脚底板的话呢 有做出假的轮胎 在这个地方侧边 但是只有半个 但是刻画还是很到位的 这个呢 是黄金时期的 变眼金刚的玩具 The Last 这个Legion Cluster SizeWipe 那这一期就给大家分享到这边 纪念我人在深圳的 一个小小的开箱 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